爱喝酒的人,戒酒后肝能变好吗? 医生提醒,出现四个症状,该戒酒了。 说到肝脏,那可是个不折不扣的辛苦汉。 默默承受着酒精的侵袭,却鲜少有人关心。 你知道吗?那些爱酒如命的朋友们, 每一次痛快淋漓地畅饮,都可能是在与自己的肝脏过不去。 一、酒精与肝脏,一段不可逆的损害之路。 俗话说,好酒审问底,但你可曾知道, 这好酒一旦过量,对肝脏的伤害是审重的。 而且这种损害往往是悄无声息,不可逆的。 肝脏是我们体内的化工厂,一旦受损, 那些看似无害的酒精分子就会变成肝脏的审重负担。 长期研究,肝细胞就会被逐渐破坏,肝功能随之下降。 肝硬化,脂肪肝,甚至肝癌的风险也随之增高。 肝脏一旦受损,那可不是喝点菊花茶, 吃点饱肝药就能回春的。 有的人可能会觉得,自己喝了这么多年的酒, 肝脏检查也没啥大问题。 那是因为肝脏的强大自我修复能力, 在暂时维持着表面的瓶颈。 但是,这种瓶颈背后是肝脏功能逐步丧失的危险信号。 二,戒酒的奇迹,肝脏自我修复的力量。 戒酒,对于一个酒量过硬的人来说, 可能比登天还难,但一旦坚持下来, 肝脏的回报却是意想不到的。 肝脏的自我修复能力堪称人体的一个奇迹, 只要你给它机会,它就能慢慢恢复原有的功能。 在英国伦敦皇家自由医院的一项研究中, 研究人员发现, 不同程度的研究者在戒酒一个月后, 肝脏硬度和细胞活素含量都有所下降。 这意味着肝脏的健康状况在改善。 轻度研究者的肝脏硬度和细胞活素含量下降了14%, 收缩压也降低了6毫米拱住。 而对于那些酒量更大的朋友,改善更加明显。 中度研究者的收缩压下降了9毫米拱住, 重度研究者的肝脏硬度降低了15%, 细胞活素含量更是下降了40%, 收缩压也下降了10毫米拱住。 这不仅仅是数字上的改变, 受试者们还发现自己的体重下降了, 睡眠质量提高了, 连皮肤都变得更加光滑了。 研究还指出, 戒酒不仅能够减轻对肝脏的伤害, 而且还能够降低未来的研究量和频率, 减少过度研究的次数。 这些益处不是一时的, 而是可以持续的。 这足以说明, 肝脏在你戒酒后, 正在用它的力量告诉你, 它还有救, 它在慢慢好转。 三、身体的警告, 四大症状提示你该戒酒了。 当你的身体开始对长期研究发出警告信号时, 这些征兆不容忽视, 首当其冲的便是消化道问题。 长期研究可能会导致胃粘膜受损, 进而引起胃痛、胃炎甚至胃溃疡。 如果你发现自己经常感到腹部不适, 或者餐后容易恶心呕吐, 这可能是你的肠胃在告诉你, 够了, 该停手了第二个信号是内分泌失调。 肝脏是人体的化工厂, 参与血糖和脂肪的代谢。 酒精的代谢压力可能导致血糖波动, 甚至影响到性激素的平衡, 从而出现如月经不调、 性欲减退等症状。 如果你注意到体重无缘无故的增加或者减少, 或是感觉情绪异常波动, 这都可能是你的内分泌系统在求救。 第三个警告是持续的乏力感。 肝脏功能不佳会影响到身体的能量转换效率, 导致身体长期处于疲劳状态。 如果你发现自己即使休息充足, 也难以恢复活力, 或是做一些轻微的活动就感觉筋疲力尽, 那可能是因为你的肝脏已经超负荷工作了。 最后, 如果你感到腹部有持续的疼痛, 特别是在右上方, 这可能是肝脏肿大或肝硬化的征兆。 肝脏没有痛觉神经, 但当它受到严重损伤时, 会导致腹膜的拉伸, 进而引起疼痛。 这种疼痛可能是顿痛, 也可能是刺痛。 如果你有这样的感觉, 最好立即咨询医生。 四, 酒精戒断综合征, 戒酒路上的挑战。 戒酒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 尤其是对于长期研究者来说, 戒断综合征是一个不得不面对的挑战。 戒断综合征可能包括一系列症状, 如焦虑、颤抖、失眠、心慌等。 这些症状可能在戒酒后的几小时内出现, 并可能持续数天甚至数周。 这些症状的严重程度因人而异, 对于一些重度研究者。 更严重的戒断症状可能包括幻觉, 惊觉甚至生命威胁的状态, 如戒断性癫痫。 在这种情况下, 医疗干预变得至关重要, 可能需要用药物来减轻戒断症状, 并在医生的监督下进行。 心理上的挑战也不容小觑, 戒酒者可能会面临情绪波动, 抑郁感、焦虑感以及强烈的酒饮。 这些心理上的障碍往往需要专业的心理咨询和支持。 此外, 戒酒者还需要重新学习如何在没有酒精的情况下应对压力和社交活动。 五,提高心理抵抗力, 戒酒的心理策略。 戒酒过程中, 除了身体症状的挑战, 心理层面的斗争同样严峻, 长期饮酒不仅形成生理依赖, 也培养出心理上的依赖, 这让戒酒变得更加困难。 成功戒酒的关键之一是建立和维护强大的心理抵抗力。 首要任务是认识到酒精如何影响情绪和行为。 酒精常被用作应对压力、不安或社交场合的助手。 长此以往, 人们可能逐渐失去了在没有酒精的情况下处理这些情境的能力。 因此, 开发新的应对机制至关重要, 如深呼吸、冥想、体育活动或寻求心理咨询等。 此外, 建立一个支持系统也是必不可少的。 这可以是信任的家人、朋友、同事, 或是自助团体和专业治疗师。 这些人不仅提供情感支持, 也帮助戒酒者在复杂的情绪和心理冲动中找到解决方案。 同时, 设置实际可达的目标对于保持动力和监控进展非常有帮助。 这些目标可以是短期的, 如完成第一周的戒酒, 也可以是长期的, 如维持一年的清醒, 每达成一个目标都应给予自己适当的奖励, 以增强继续前行的动力。 六, 重新定义生活, 戒酒后的生活质量改善。 戒酒成功后, 个人会经历生活方式的显著变化。 这些变化通常带来积极的健康效果和生活质量的提升。 首先, 身体健康得到改善, 如肝功能恢复, 血压下降及睡眠质量提高。 这些变化直接提升了生活的活力和日常功能, 精神状态也会有显著的提升。 戒酒可以减少抑郁和焦虑症状, 改善心理健康。 清醒的思维还能帮助人们更好地处理日常压力和挑战, 增强决策能力, 使个人在工作和个人生活中表现更为出色。 社交关系也往往因戒酒而得到加强。 清醒后, 个人往往能更真诚地与他人交流, 修复因酗酒导致的人际关系破裂, 建立更为健康和支持性的社交网络。 通过合理的策略, 坚定的决心, 以及周围人的支持, 任何人都可以成功戒酒, 享受到一个更健康, 更充实的生活。 戒酒过程中的每一个挑战, 实际上都是个人成长和自我发现的机会。 他不仅仅是放弃一个坏习惯, 更是对生活的重心把握和对自我的重心认识。